这一台很特别的是它的颜色 包括它是20周年的纪念版 因为我们知道这台车 对于这个马自达来讲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约莫回到这个2010年 大概那个时候 如果马自达这台车没有成功的话 现在的马自达不知道会变什么样子 而且它的主要推手呢 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前田玉南 那前田玉南呢 它基本上就是定调了魂洞 这个两个字 它后面要走的走向 那前田玉南 其实它有很厉害的老爸 就是前田右三郎 它是设计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RX7的首席设计师 所以可见的这台车呢 到了这么多年 你现在回头来看 它也是很漂亮 很美 然后很多的实用性的东西也很棒 对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颜色 其实首先我要讲一下 就是 降运红 它可能对观众来讲 可能是一个名词 可是必须要形容一下 它的这个红色 其实是有一些些的这个 我们的混动红 但是它有带深色 有加了一些咖啡进去 所以能够做这样车色的车型 它必须要是比较能够有那种沉稳的车型 它才能够做 如果这个颜色放在 这个颜色可能不太适合小车 对如果放在小车上面 看起来会很像一坨东西在那边 可是呢 你如果是那种太过肌肉型的车呢 又展现不出这个颜色的那种通透感 所以它可能适合真的就是有这种大片的 平滑面的 对 这种呈现 其实我简单讲一下 如果这个颜色是在飞机的弯流上面 其实也相当漂亮 所以它非常适合那种在流动的光影之中 呈现出来的颜色 所以它调这个颜色 可能电视机前面会有点不一样 可是你到现场看 你会觉得这个颜色非常非常搭掉它的车型 你觉得是耐看的颜色吗 这个非常耐看 而且重点是这个到了十年二十年之后 你的小孩长大会想起爸爸 有一台车是这个颜色 特别颜色 对 而且不会想起那台白色的车 可能会想起这一台 对 它的颜色 很有经意点 是 对吧 那它的车头呢 基本上跟之前其实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可是呢 它的这一个地方呢 有高亮度的这一个水箱护照 所以它的记忆点 你现在看 它会很像一种很耐久的精品 但是是带有那种古董质感的那种精品 就历久不摔 然后配上它旁边的这个 它的眼神非常锐利之后 它这边有整个有连过去 所以整个车车看起来 我觉得真的很gentleman的那个感觉 二十周年纪念版 其实在日本 它是马六的二十周年纪念 那在台湾我觉得 引进的是旅行车版 一定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 很多家庭 他会希望我在空间需求的满足点上 那旅行车更好用 是 没错 因为确实旅行车 我非常推荐给这个宝宝刚出生 或者是还是小朋友的时候 真的是很好用 第一个你拿后面的行李箱 那个推车的时候 不会闪到腰 这个是很重要 纪念台 对 再来比较重要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地方有一个logo 就二十周年的一个认证 然后它也配了这个 十九寸的大的这个亮面的胎圈 而且它的亮面 这个亮面是有一点点哑光的 不是那一种VIP质感 非常亮的那一种 所以整体的配上这个车色 都非常非常漂亮 再来就是它的车体的这个设计 因为它当初的设计概念是 在于说车子不单单是在跑的时候 它会有那种动感 是你停在那里的时候 它必须要有自我流动的感觉 所以它的这台车 你看基本上没有很多的零线折线 几乎没有 全部都是用这种圆弧来做的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衬托做不同的这种折线 包括像前面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收尾 它会有不同光影 这个地方收尾下来之后 这个地方又有 可是这个地方它收尾是一个 让你看不到的 你就会有一种光影的延续感下来 那基本上这个车子呢 我觉得它你从外面看进去 因为这台车我们打开窗户嘛 你看外面的颜色 里面的配色也好 跟里面配色 它是非常非常搭调的一个颜色 而且它的质感基本上 这个是比较豪华车会有的配色 是 没错 因为一般的这个配色不大改用 我们都说黑那一桩白那一桩最多 对 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版 可能用一些蓝色的色调 但是这个棕色我觉得很好看 因为这个棕色还是它是属于浅棕色 因为一般为什么用黑的呢 因为黑的其实说实话 它比较不容易看出来它的界线 那所谓的界线就是 它旁边是深色的 可是它这个是棕色呢 它的界线的形体 就会非常非常的明显 对 就好像我们人 你穿景深的身材 就会非常的显露在外 它完全毫无修饰 而且确实是比较温暖的色调 对 没错 这种沙棕色 对 待会我们进车内来看 那后面的部分呢 其实它这个地方的收尾 拉过来之后 这个屁股是最漂亮的 你从侧面的看起来 它的浑洞就是在于说 它不是方方正正的旅行车 当然它里面的空间会少掉一些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调配之下呢 你会觉得整台车停在那边 它为什么到20年 还不流于俗套的原因 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背后一样呼应前面 它有一个金属试条 然后马斯达的logo 那旁边呢 它底下的这个部分 完完全就是烤漆处理 那后面还有一个skyptive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尾箱的空间 那尾箱的部分呢 基于它是20年前的 到现在的这个纪念车款 它并没有这个 没有电动尾门 就自己开 可是有一个比较贴心的设计 我觉得是在这个地方 它的影视站板 这一片拉起来之后 它除了扣子很漂亮以外 它这个地方有做网状的 这个是比较少车子会做 因为你打开之后 你可能要跟前面的小朋友对话 或者是要知道前面的状况 这一节呢 我就觉得做得很漂亮 而且它这个拉起来之后 非常非常轻松就手 也完全不影响 再来它里面的地方呢 非常平整 我刚才讲那个婴儿推车 你直接拉进拉出 真的很方便 而且小朋友在这一片平板上面 换药布是很棒的 对非常棒的一个事情 那它后面打开之后呢 下方还有一些空间 对还有一些收纳 比如说我就把它整理干净 你这边放一些奶瓶啦 或者是奶粉啦 备用瓶之类的 一格一格帮你分好了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好用 我比较会放在车内吧 对会放在车内吧 更好用一些 对没错 我用密封袋 我妈妈包放着就好 但是你知道现在奶粉有那一种 就是密封袋 厂商帮你密封好的 就是像我们那个咖啡水晶包拿出来的 我知道 对那个就可以储存在很多个地方 那这样子的后座呢 后面的行李箱空间 它有到500多公升 所以其实蛮够用的 那旁边这个地方 其实你把它拉开之后 它也可以一键的倾倒 对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方便 对于一个家庭来讲 或出游 如果爸爸平常想要开的舒服 那又可以全家人出去开欧信 然后空间也够的话 这个其实蛮推荐的 好我们继续认为 马尼 马尼卫根20周年纪念吧 我们刚刚一直说 这个暖纱棕色很特别 同时它用的这种麂皮 感觉上也比较特殊一点 对因为一般其实在车子里面用这么大量的挤皮 通常都在椅子的部分 那会用在前面其实真的是比较少 而且我觉得蛮大胆的啦 因为它在我们中控的前面啊 它除了是这个 它其实还是软质的 它并不是全硬的 所以它必要去克服它如何去包覆它 然后跟这个塑胶件的部分 它怎么去结合而不会开掉 那这个其实也是他们在做工上面细腻的一部分 重点是它配合我们整个椅子 整个还仓的感觉 你不觉得这个就好像坐在家里面的一种氛围 对而且如果我自己坐驾驶座 那我当然就守这种开车的感觉 如果我坐在副驾驶座 那我就要更感受到的是那种贴心的照顾 例如我旁边如果开车的时候呢 它是比较享受型的 那我的角色有可能要置放到这里 没错要卡住 一般我们常会说 这里如果有这种软质会比较舒服 但它虽然不是真皮哦 但它里面你有发现吗 有没有 非常的柔软 这个感觉 腿碰到这里的时候 你会觉得是舒服的 对所以它在设计的理念上面 只要是我手靠的到摸的到 基本上它都有加上泡棉在里面 所以会让你整个来开车是很舒服 很像SUV的那种享受的感觉 还有会驾驶座一样有电动调整 是没错两边都有 那因为这台车它是黑顶棚啦 所以它并没有这个天窗 但是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特别是 大家注意看这个仪表板哦 其实它虽然它有做三个圆 对不对 两边是传统的 中间的那个其实是液晶的 可是一般的车厂 它其实都是希望大家恨不得 所有人都觉得它是液晶的 可是它反而呢 要把它做成它不是液晶的这种感觉 是的 就是做的比较传统的指针 然后它的这个方向盘的部分 我也觉得就是虽然它不会说太大 但是也不会太小 而且上面的跟车系统 这些东西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以至于我们看过去整个画面 是很协调的 那还有刚刚提到就是它的麂皮 其实有整个包覆到我这边来 有延伸 对但是它的塑料的部分开口中 你看这个开口它依然是 它是塑料的部分 所以它也有兼顾到实用啦 还有一点要让大家知道就是 在马斯达很少车厂回去强调说 它的灯的颜色的色温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我现在打开这个冷气 大家发现它当然会有明暗之差 可是它的色温的色度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呢 其实我觉得也是很用心的部分 那既然你讲到空调 来双前座 对 炎炎夏日 是 如果暑假出去玩 对 没有通风影 你大概会觉得 比较折腾一点 真的 因为最近的天气 双前座都有 真的太热了 然后再来就是 它前面有这一个无线充电 然后当然它的排档的部分 其实钢琴亮面的也很漂亮 然后调整的键都在这个地方 Auto Hall这些也都有了 所以基本上 它该有的配备 虽然你说它是20周年 可是它该有的配备 基本上也都给你了啦 那我觉得 无可取代的重点是 它里面整个的氛围质感 还有你平常每天在上班的这种 这种气氛我觉得是蛮好的 20周年的这个悲剧 同样也在头枕上面 我们有看到一个比较精致的 这样的一个呈现 所以如果你想要的 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版本 刚好在这个时间点 有机会买到 马六威根20周年纪念版 谢谢猫妮 你要的电动车 地球王金线LINE都有 还有车台独家 购车攻略 车友名调 现在就拿起手机 加入地球王金线LINE朋友 还有汽车周边 让你带回家 LINE 地球王金线LINE 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球 这个是树立像 我们现在自驾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要选到你也看不到吧 台下友们 地球王金线LINE 邀您一起上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谢谢大家